寒冬送暖东山乡公所以及爱心团体为了关怀乡内的独居老人以及低收入户 今天特别举办慰问餐会并且发送红包以及民生物资 希望透过提前围固来感受社会的温暖 热腾腾的菜肴让60多位独居老人跟低收入户吃得相当开心 而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这场团圆餐会 让乡内的独居老人跟低收入户家庭可以感受到社会温暖 因此请来韵韵国小的小朋友来表演歌载戏 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今年特别的就是一些显身的团队 四道基金会 台北五五十字会 东山四字会 宾字公司 我们的红豆基金会 我们的红豆基金社会 还有个人的赞助 非常多 他们今年都来这里有的都来吃饭红包 不论是物资的 物资也好 现金的红包也好 让这些独居老人跟我们这些中小的低收入户 他们感觉很高兴 除了爱心餐店以外 现场也分送红包跟米生物资 东山乡长谢三辉表示 这些长者都是有24村的村长协助在印来的 至于今天无法到场的人 公所也会派人送上红包跟物资到他们家中 这些所在乘到一年来的 也叫我们村长去跟交通会接送 我们有来各七十个 各七十个的我们这些独自和医药款 不可以来的 不可以来的 我们现在也 那些我们的红豆基金社 红包啦 这些物资都要给他们送到他们家 这有一些也无法到来的 我们都叫我们村監司 这场东山乡公所与代表会主办爱心餐会 也获得释招慈善基金会 红德爱心协会跟东山誓死会等团体的支持 不仅为乡内弱势朋友现象温暖 也借此抛栓引玉 呼吁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弱势族群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